财经事件连接你我 欢迎回来 这个长视频平台 其实在不知不觉当中 已经形成了 优爱腾三足鼎立的格局 至今已经有十年了 2012年优酷与土豆市正式合并 腾讯食品爱奇艺 也在各自的成长当中逐步突围 行业格局是初步定下 最后的十年 三巨头在竞争与合作中 前行 每一步的落子 都是控制着长视频行业的 整体走向 然而也是在这十年的时间里 尽管长视频平台 产出过不少爆款内容 影响着影视工业化 与产业化发展进程 但不可否认的是 直到目前亏损 仍是长视频平台绕不开的话题 近期因为短视频平台上 电影《长津湖》相关内容 长短视频之间 关于版权 市场等问题 又引发了不少的讨论 那么短视频方面 就此明确回应 相关内容实际上是 长津湖制片方 国纳影业 与抖音官方宣传合作的一部分 相关视频的总长度 不到六分钟 素材是来自于电影宣传片 以及相关历史资料 此前就有媒体所传出 长达半小时的调节 是失实的 那围绕长视频的争议一直都不断 长视频平台版权问题也是穷追不舍 那对短视频发展和自身的亏损始终一难平 然而长视频的亏损问题关键到底是在哪 谈起国内长视频平台的发展 国外流媒体平台Netflix 常常就会被当作一个残兆 没错 在内地它叫奈飞 一直以来 几乎国内的每一家这个长视频平台 都在自我成长当中与奈飞是对标过 尤其是在这个奈飞实现了盈利之后 面对国内的长视频平台 持续亏损的窘境 行业也在期待着 国内市场能够走出一家 可以比肩奈飞实现盈利的长视频平台 但其实这并不容易 从根本上说 奈飞实现盈利 验证其商业模式的可行性 而在国内以优爱腾为代表的 长视频平台发展到今天 稳定下来的商业模式 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 商业广告还有就是付费会员了 可以说长视频平台短期内 很难摆脱对于广告的依赖 而用户为内容付费 并不具备一个持续性 一旦平台的优质内容断倒了 或者不受喜爱了 那会员就马上随之而流失了 没错 另外与奈飞相比 国内的长视频的会员费用 其实并不低 此前艾尤腾也是曾经认为 是国内的观众舍不得掏钱 但这一说法其实也并不成立 而且对于付费免广告的需求 会员也是愈发得不到满足了 即便各平台的会员价格 都在不断地上涨 但是用户付费之后 仍然是不得不观看 除了贴片之外的 其他形式的广告 那么这也是从用户的体验上 进一步加剧了消费市场 对于付费的反感 用户是难以真正地沉淀下来 没错 因此从商业模式上来说 国内长视频平台并没有成功地 学习奈飞的那样的经验 而是在其自身发展道路上 各平台对内容的高投入 没有真正驱动到 一个内容品质升级 也很难支撑 它的商业模式的创收 而其他的盈利渠道 尚不完善 目前还很难有效地 带动整体营收增长 这是导致长视频平台 增长乏力长期亏损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当然 这个平台亏损的 直接表现就是入不敷出 在长视频平台 整体收入有限的前提之下 各家的成本投入 仍然是近乎疯狂 此前就有公开的数据显示 UI腾三大平台的内容投入 已经是累积达到了上千亿元 那么在未来三年当中 这个腾讯视频还将投入到 近千亿内容成本 无形之中也加剧了行业发展的 畸形与失控 会看长视频平台 迅速崛起的那几年 基于网际网络思维的影响 各平台最初划分 势力范围的时候 重要的手段我就是砸钱了 09年搜狐视频 2.5万亿集 拿下这个大秦帝国的独家版权 到18年 腾讯视频8.1亿 天价拿下如意赚 大家都记忆有心 它的一个独家版权 合约是930万亿集 业内单级版权费 已经出现了一个400倍的增长 太夸张了 不过这个增强版权内容 也并不能够满足于 长视频平台内容池的需求 加之高企的版权价格 也是让越来越多的平台 开始着力布局自制内容了 但是长视频平台 最初并没有内容创作的一个经验 在逐步的探索过程当中 为了更高效的推进项目 平台也尝试给内容分级 而评级标准是着眼于IP大小 艺人流量等等这些维度 那么前一幕话当中 也是催生了影响行业至今的 大IP加流量艺人的创作模式 在这个过程里 长视频平台也在加速地 构建资深的产业链 从资本深度影响内容创作 到平台多元渠道 向影视宣发渗透 逐渐形成了长视频平台 对影视行业生产制作 有宣发前流程的控制权和溢价权 甚至导致整个影视行业的 投产逻辑倒挂 当然从商业回报上来说的话 如果这种模式 确实是产出过不少的爆款 但是对于内容品质的忽视 也是决定着这种模式 是难以长久的 而市场一时的验证 也在一段时间里面 让平台是越发的迷信流量了 天价片酬是随之而起 但是内容品质却在加速滑坡 最终也是导致了 长视频平台 集体陷入了更加严峻的亏损局面 如今面对愈发严重的亏损状态 一些长视频平台 他们简单地就把自身的亏损问题 就归结为短视频 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冲击 这显然不是那么客观 就算是这个长视频平台 还没有解决亏损问题之前吧 短视频平台的兴起 它可能是让整个行业 出现了新的变化 因为大规模的消费群体 它都跑向了短视频 用户看视频的习惯 也会随之被重塑 没错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短视频也是重塑了 影视内容的宣发和营销逻辑 长视频试图是靠垄断流量 来打造所谓的头部明星 头部IP的状况 也是被短视频自带的流量逻辑 所打破了 在短视频平台观众 有了更多的选择权 小众啊 冷门啊 等等这些内容也都得到了机会 可以说短视频的兴起 真正带给行业的冲击 在于短视频平台 在快速成长的过程中 也围绕自身 集结创作能力和消费群体 逐渐构建起来了 自己的一个产业链 已然开始打破长视频平台 以自身流量闭环 试图垄断的模式 短视频引发的这些变化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着长视频的发展脚步 事实上呢 长视频平台 是尝试垄断 才是其自身发展受困的 根本原因 那么借助资本 在产业链各个环节的渗透 长视频平台提升的 是其在视频产业 乃至整个影视行业的话语权 但是啊 这一方向发展至今 已经在多方竞争当中 逐渐走向了失控 甚至是让长视频平台 在亏损的道路上 停不下来了 长视频平台的版权的把控啊 真的是出于行业发展 和内容生态的一个考量吗 凭借自身的市场地位 国内长视频平台 实际上已经是垄断了 所有影视综艺 内容的这个网络分销 几家形成的价格联盟 这几家联盟可以和片方 确定电影和剧集 网络版权最高的价格 来避免联盟成员间的竞争内耗 那同时呢 只要有其中一家长视频平台 反对制片方 那就不能把这个相关的 内容版权都分销给 其他的平台 确实啊 在这么几年发展当中 这个长视频平台的发展脚步 是非常的快的 但是当中所蕴含的问题 也是非常的明显 长视频平台和平台之间 长视频与其他版权方之间 以及和短视频平台之间 如何来真正处理好版权问题 可能是长视频 以及内容行业发展 都需要认真所思考的问题 那我们这一节时段的财经事件 也先跟大家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